歡迎收看 歡迎第一棒王凱 今天要講的 是我一個朋友小劉的故事 小劉他剛剛退伍的時候 想要在台北找一份工作 他找到了一份跟資訊有關 資訊處理有關的工作 在景美的某一個商辦大樓裡面 那商辦大樓 你也知道每一層裡面 都會有好幾家不一樣的公司 那他到公司去報到的時候 那家公司的人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 會議室有人在使用 請他先到茶水間去等一下 那正當他在茶水間等的時候 沒有多久 就有一個女孩子進來 就問他說 先生 不好意思 請問你知道你車在哪裡嗎 小劉看看他 長得滿清秀的 就跟他說你走出去右轉 應該就會看到 因為一般的商辦大樓就是 女生在右邊 男生在左邊這樣 女生跟他說謝謝就出去了 沒有多久之後 公司的人就通知小劉 進公司去面試 那聊著聊著呢 小劉就應徵上了 開始上班之後 就被公司通知說 要開始加班 從一開始的第一兩個禮拜 加班到七八點 慢慢的往上加 一直到十點 十一點 都一直在加班這樣子 然後過沒有多久 就有兩個前輩來問小劉 說你加班 加到這麼晚 那你都不會害怕嗎 小劉心裡就想說 害怕什麼 我一個大男生 而且又當過兵 有什麼好怕的 那前輩聽他這樣子回答 也沒有多說什麼 就互看 互看了一下之後 就點點頭就離開了這樣子 那這樣的情形 就持續了一兩個月 某一天晚上小劉一樣加班 約莫在十點半 十一點左右 他又想說累了 去茶水間泡杯咖啡 順便休息一下 正當到茶水間 在泡咖啡的時候 又聽到一個女生說 不好意思 小劉抬頭看他 有一個女生跟他說 請問你知道女廁在哪裡嗎 小劉覺得這個女生挺面熟的 但那時候不宜有她 她就跟他說 妳就出去右轉 妳就看得到了 女生說了謝謝就離開了 離開沒有多久之後 小劉就記起來了 這個女生 不就是她來應徵的時候 見到的那個女生嗎 是同一個人 怎麼會在這個時間 快要十一點的時候 她還在這裡 因為小劉公司 幾乎已經沒有人了 她有一點擔心 她想說要不然 就跟出去看看好了 正當她快要走到廁所的時候 她發現女廁的燈是暗的 她想說如果她去上廁所的話 應該會開燈 她就在外面喊 說小姐妳在裡面嗎 然後沒有回音 小劉開始有點擔心了 她又說小姐 我進來了 我幫妳開燈 小劉踏進去第一步 往牆上把燈一打開 她嚇了一跳 那個女生 就站在廁所的最裡面 她蓬頭共面 然後全身亂七八糟的 這個時候小劉又聞到了一股 很臭的味道 就好像 好像那種塑膠燒掉我的味道 小劉這時候嚇壞了 她也沒有多想 趕快要上前去關心這個女生 但是她靠近這個女生 這個女生本來在哭 她一出手要碰這個女生的時候 這個女生本來在哭 然後開始笑了 而且是狂笑 小劉就停止了所有的動作 就靜靜地看著她 這個女生後來 把頭抬起來的時候 小劉嚇壞了 她的臉有三分之二 是被火燒傷的樣子 然後眼睛的那個框 同時的還在像被火燒傷的 像正在溶解 小劉嚇到不知道該怎麼辦 兩腳一軟蹲在地上 被火紋身的女鬼 嚇完小劉後到底想幹嘛 我們馬上回來 她的臉有三分之二 是被火燒傷 燒傷的樣子 然後眼睛的那個框 同時的還在像被火燒傷的像 正在溶解 小劉嚇到不知道該怎麼辦 兩腳一軟蹲在地上 她想要往外爬 可是她沒有力氣 這時候這個女生也蹲下來了 開始往她爬過去 小劉那時候想要後退的時候 這個女生就拉住了她的腳 就說你找我嗎 我就在這兒 小劉這時候就拚命地 拚命地想往廁所的門 往外爬 但是這個女生就不斷地拉住她 掙扎了好一會兒之後 她終於爬出廁所 頓時廁所的燈 一個整個都按掉了 這時候拉她腳那股力量 同時也不見了 她心裡想 無得天啊 剛剛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趕快地她爬起來 進到辦公室裡面 東西收一收 什麼都不管了 就坐計程車回家 回到家裡 她還是非常地害怕 趕快想說洗個澡 趕快壓壓筋 在當她把褲子脫下來的時候 她發現她的褲子上 就在那個女生 剛剛拉的地方 有一塊很...就是類似污漬的東西 又臭又髒 但是怎麼洗都洗不掉 後來她想說就算了 褲子先丟著 先休息再說吧 隔天去上班的時候 小劉整個很恍神 然後整個心不在焉 她的兩個前輩又來了 正當他們要去問小劉 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他們去碰小劉 兩方都嚇一跳 她的前輩發覺小劉的身上 很燙... 小劉整個就也是嚇一跳說 我沒有找你 你不要再來找我了 前輩們大概就知道 發生什麼事情了 就幫小劉去跟老闆 請了半天假 然後帶著他先去醫院 打了退燒針 之後就找師父 然後師父看一看他 看一看前輩之後就說 怎麼又來了 又一個被嚇到了 這時候小劉才知道 原來他那一棟商辦大樓的五樓 其實以前公司非常的複雜 有放高利貸的 有做八大行業的 那以前多年前 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個女孩子 要來應徵做酒店小姐 結果想不到在女廁的時候 被兩個男生強暴了 後來一直找不到人 這個女生就在那個廁所 引火自焚 引火自焚之後 其實也有請師父 去處理過這個事情 但是這個女生的含怨太深 所以一直請不走 師父又說了 就說如果你們以後碰到這個 這個女生或是碰到這個事情 你不要跟她進廁所 就沒有事了 後來呢 這個事情又傳到老闆那邊了 老闆再一次請師父來作罰 跟這個女鬼其實糾纏了很久 好不容易就把她給送走了 但是我的朋友小劉 他也請辭了 因為他也不敢在那邊工作了 糾正你一個想法 我是大男人 我當過兵 但是我很怕 沒有 還沒有遇到什麼事 他想說沒有遇到什麼事 你怕什麼 要先怕 要先怕是不是 不是說當過兵就不怕 我跟妳說很可怕 很可怕 真的 來 我看妳要開始 我就要分享這個故事 這個A先生 A先生的工作是什麼 他是一個挖土的 挖土金的怪手的司機 怪手司機 怪手司機 那有一天呢 他們就在這個做工程的時候 因為這一次的工程是在一個 應該說一個 像是一個峽谷的 像是一個峽谷的 下面那邊 一個工程被他開發一片地 那他們就在挖山邊的土 那那天那個工頭 也是一大早 在八九點 就跟他們一起去上工了 上工的時候 工頭就到了下午 就突然覺得說 吃完了中飯就有點累 他就說 你們我去那邊休息一下 如果有什麼事 你就在叫我 他就把自己工頭自己的車 就開到那個 山旁邊一點的地方 去停在那裡 那邊有比較陰 比較涼快 沒有太陽曬 所以他就把車開在那個 陰影下面 然後他就在車上休息這樣 那這個A先生他在做怪手 在挖挖手 他突然就回頭去看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就看到這個A先生 就把這個怪手 開向這個工頭停車的地方 然後這個挖土機的怪手 力量是非常大的 他就看他把車開到 把他的怪手開到 這個工頭的車旁邊的時候 這個怪手就用一揮 就這個怪手的那個爪子 就打到那個 監工工頭的車 車就這樣 轉了兩圈就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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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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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然後他就有手跳下來 所有的工人也都停工 通通跳下來 大家現場都跑來看看那個 工頭有沒有發生什麼 嚴重的事情 當然車被怪手打到以後 他就這個受傷很嚴重 板筋受傷很嚴重 玻璃全部都破了 這個還好這個工頭 在坐上車去 要休息的時候 他一上車就習慣性 把安全帶給綁了 所以這車打了兩個轉之後 工頭沒有飛出去 而且打的地方 剛好不是他休息 他打的是這個旁邊 所以車算轉兩圈 工頭沒有被甩出去 所以沒有什麼大傷 只是車子板筋嚴重的受損 那大家看到以後就說 就怪這個 怪手司機這個A先生說 你幹嘛發神經把車開過來 把工頭的車這樣打這樣子 他就說他也不知道 他在開車 他說他只有 印象當中 他在挖怪手的那一剎那 他又回頭看了一下 工頭停車的位置 他看到一個黑影趴在 監工工頭的車子上 其他的他就不記得了 然後當大家正在研究 這件事情的時候 原本工頭停車的位置 從上面掉下一個大石頭 這時候大家就突然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 連工頭自己都嚇壞了 本來想叫他陪的 本來想叫他陪這個車的 也想說這大石頭掉下來 還好你把我打走 不然我現在可能已經被打扁了 原來是一個救援行動 他也知道這個開怪手 這個經濟狀況不是很好 他說算了... 就當你救了我一命 車我也不要你陪了 沒事了 當沒事 那我今天謝謝你 晚上這個監工就請了大家去 押金就吃了飯 就回家了 第二天是不是依然要工作 大家又來上工 可是這個A先生 救了公頭的這個A先生 然後就從怪手上掉下來 那掉下來 大家就要送他去醫院 他為什麼頭暈啊 為什麼會這樣 是不是昨天喝多了酒 還是怎麼... 後來去醫院檢查 都沒有事 可是他那一天就沒有上工 等於因為他去醫院了 第二天再來上工 他每天來都頭暈眼花 都是沒有辦法工作的 就好像得了眩暈症 你知道嗎 這工頭就講了 我帶你去看一下媽祖娘娘 反正你看過醫生了嘛 醫生就找不出原因 你就一直這樣一頭暈 那我就帶你去找媽祖娘娘好了 他說你知道啊 為什麼我那天 我後來... 有去媽祖娘娘沒有還原 因為我覺得媽祖娘娘救了我 他說我那天啊 從車上你的怪手打到我的時候 我車玻璃全部都碎了 我綁在車上的那個平安符 你知道我平常綁得有多牢多緊嗎 因為他天天都開車到工地的 所以他的車對他來說是 非常需要這個平安 安全的 所以他平安符綁得非常的好 他綁得非常牢的 那一天我什麼東西都沒有飛出去 但是我平安符竟然斷了 而且飛出去了 他說我就知道 這個是一定很嚴重 而且他去現場 找了半天找不到那個 就是找了半天才找到那個 平安符已經飛到外面的地上去了 他就認為媽祖娘娘那天幫了他 保佑了他 所以讓他在車子 在這麼大的創機 撞了兩圈之後 還可以平安無事這樣 他就說 所以我的媽祖娘娘非常的靈 我帶你去拜媽祖娘娘 你去問問看 你是不是有什麼事 不然你怎麼會這樣 一直生病都不好 第二天這個公投就很好心 帶了這個A先生 就去找了媽祖娘娘 就說明來意 到底怎麼樣一回事 這個媽祖娘娘才跟他說 你們兩個互為貴人 這個公投跟這個A先生 互為貴人 那A先生為什麼是公投的貴人呢 因為他把他撥走了 讓他沒有被大石頭撞到 但是那個要抓公投的那個 現在在A先生 現在要抓A先生 所以他每天都跟著A先生 但是因為有他的公投在 所以他也不能對他 太... 他也沒有辦法太傷害他 因為公投跟他的小朋友 常常去照顧他 顧著他 所以他也不能下很遠 還沒有辦法得逞 沒有辦法得逞 再加上這個公投 又帶他來找媽祖娘娘 是不是也救了他 所以他們兩個互為貴人 那他就說 那為什麼要 這個抓交替的 為什麼要找我們兩個呢 我們跟他們又沒有關係 他說這個 你去查查看 應該是在幾個月前 只有幾個月 半年之內 應該有一台車從上面掉下來 就掉在這一個工地 就是說有一台 可能上面是路 有一台路衝出了懸崖 有一部車 從上面的山路衝下來 這個小客車上有四個人 全部都往生了 就摔在你們這塊工地上 所以這些願寧 第一次有人來這裡 就叫他們去做工嗎 不是做工程的人 根本不會來這裡 所以他們就第一次有人來 他們都很高興要抓 那第一個要抓的人 就被你擋住了 所以他很生氣 就來整你嘛 那這個他們兩個就嚇到 那怎麼辦呢 就趕快說 請媽祖娘娘要怎麼 就教他們說 他就說你們去 這個工地開工的時候 是不是沒有拜拜 他們開工的時候沒有拜拜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是 這個地方就 沒有人來過 就不需要拜 可能他們這麼認為 但是其實之前 這裡是發生過事情的 所以叫他們要在那個工地 做一個大的 就是祭拜的儀式 然後跟他們說 我們只是在這裡做工程 那請你們幫幫忙 那幾號... 或給你們做拜拜 通常就是要先講好 對不對 跟他們先講好說 那你們要什麼貢品 我們都會盡量滿足 那請你們讓我們工程順利 他說如果你們不把這件事情解決 你們的工程做不完 就會一直會有事情發生 第一個就是工頭的事情 第二個就是工人又生病了 這個工人生病處理完了 如果你們沒有把它 徹底處理的話 可能又下一個工人生病 這工程一定做不完 後來他們就聽了媽祖娘的話 就去好好的在當地 做一個祭拜 這個最妙是工頭 他真的回去查 在... 媽祖娘說是半年之內 他真的回去查 五個月前就有一個 小客車的意外 就摔在他們那個 做工程的地方 所以才知道說 原來那天真的是 這一個A先生救了他的工頭 他看到的那個黑影 就是那個摔下來的那些願寧 在他的車頂上 已經在包著他 對 已經在包著他了 OK 他的人生值得 坐在那個車裡面 被怪手 對 誰都不會想到吧 而且還沒事 真的 才鑽兩圈喔 不管怎麼樣 在車上永遠要吸安全帶 對 等一下把我休息室 我那個椅子也裝安靜 好 來 下一位 名家祺 請 床頭草去陰間河 我有一個朋友 他很喜歡旅行 然後他常常出國旅行 他都是自由行 因為他其實 他不太喜歡就是換房間 所以他想說 在那個定點的附近 找一個飯店 然後他就上網去看 然後上網之後 覺得這一家飯店 風品還不錯 然後他就訂了 訂了一個四天三夜 然後他就約了另外一個 女朋友一起去 好 他去了東南亞 開始玩的時候 然後隔天他們起床 然後覺得 要開始出去購物 然後我那朋友 有一個習慣就是 他會在那個床頭上面 擺一個小費 然後出門前 他還會拿手機拍一下 那個房間的一個狀況 然後再掛一個清潔 清潔房間的一個牌子 然後他們兩個就出去玩了 沒多久 他們兩個就這樣 大袋小袋 然後那邊提得很重 然後想說 東西這麼多 我們不能再掛 而且有點小累 所以想說 那我們提早回飯店 把東西放著 然後等一下休息一下 我們再出去 好 到了飯店之後 結果他們房門一打開 兩個人傻眼 既然房間並沒有整理 你知道 而且還 那朋友就很生氣 他就打電話 到那個樓下的櫃台 叫他們主管上來 然後主管就上來之後 他就跟他講說 你為什麼沒有把我們 整理房間 而且我可以給你看 我出門前我有拍那個照片 我房間是這樣子 你們現在這房間 還弄得更亂 這麼有人進來 而且我有擺一個小費 在那個櫥頭櫃 小費也不見了 然後那主管看的時候 會覺得 真的很對不起... 辦站好了 我去調監視器 來給你們看 好 然後等了 過了十五分鐘之後 那個主管上來 他就跟他們講說 不好意思 那個我們的打掃人員 確實真的有經過你們的房間 然後有敲門 但是他要敲門的時候 他聽到說 裡面有一對男女在吵架 然後還問了他說 要不要打掃 然後就有一個男生回應說 不用 然後那個監視器的人就走了 然後主管就把那個錄影 帶給他們看 確實真的是一模一樣 就是他真的有來敲門 有講話那樣子 然後就走了 然後我那朋友覺得說 怎麼可能 我們是兩個女生住耶 怎麼會有情侶在吵架 然後他想說 算了這個 小費也沒多少錢 他想算了 他就不計較 好啦 那事情就過了 然後到了晚上的時候 我那朋友跟他 另外一個女朋友 就兩個人在那邊看電視 喝個啤酒 然後突然間就聽到 怎麼好像有吵雜的聲音 然後有人在吵架 然後這個聲音是 越來越近 然後感覺是 一對情侶在吵架 然後兩個人就突然相忘 然後相忘之後 我那朋友就微微的 眼睛就往旁邊飄 就看到那個燈光 那個電燈就這樣 有點這樣子微微的搖 然後看到那個書桌上的盆栽 好像有風這樣子吹過 然後聽到那個玻璃聲 外面窗戶的玻璃聲 然後他們兩個想說 該不會是地震吧 再想完之後就 砰 那書桌上的那個台燈 整個往地下這樣子 就碎掉了 往地下倒就碎掉了 兩個嚇到趕快衝到門口去 真要打開門 門打不開 我朋友嚇到不知道怎麼辦 就開始怎麼辦 好緊張... 然後那個吵架聲 就越來越大... 然後朋友就慢慢... 頭往後看 就看到一個男的一個女的 那個臉非常的猙獰 然後兩個人一直在嘶吼 一直吵... 結果他就看到那個男的 打了那個女的一巴掌 直接抓了他的頭 然後往那個書桌上撞 結果那女的瞬間昏倒 然後抱起那個女的 直接往那個窗戶外面 就直接這樣跳下去 我朋友整個都傻眼說 我們家住了十八樓耶 怎麼會這個樣子 兩個人就開了門 直接往那個櫃台下面衝 趕快告訴櫃台說 我們要換房間 到了隔天 我這個朋友 跟他的朋友 突然就生病了 然後到底生什麼病 他們也說不起來 就覺得說全身很不舒服 然後也沒有力 然後他們那一天的行程 也整個全部都取消 他們就在飯店裡面這樣 睡了一整天 到了晚上那個主管 他就來敲法門 然後帶了一個法師來 那個主管就跟他們講說 我這個法師 是要來幫你們晉升 然後幫你們祈福的 然後才說完之後 那法師就拿了一個碗裡面 好像你裝那個葉子 然後他就拿水這樣子 往他們身上灑 灑完之後 再拿一個印泥 然後是點在他們那個 眉心中間 一個紅紅的印泥這樣子 點完之後 他們瞬間整個人 好像清飄飄 然後就舒服了 然後精神也來了 就問那個主管說 我們之前住的那個房間 是不是有問題 然後那主管 反而就支支吱吱吱的 才告訴他說 對啦 這多年前有一個情殺案 然後就一對男女 在房間裡面吵架 然後男的把女的 給殺了之後 然後直接抱著他的屍體 然後往樓下這樣子跳 然後他們說 他們也找了很多的法師 就是來去清這個 淨化這個房間 可是住了很多年喔 就是很多客人進去住 都沒有問題 然後我朋友就講說 我怎麼那麼倒楣會遇到 那你怎麼知道我遇到 然後那個主管就說 因為我從你給我看的那個照片 那個相機的照片裡面 我看到窗戶上面 有兩個綠色的臉印在上面 那我朋友講 真的嗎 他趕快再翻出他的手機 然後去查那個照片 一看 真的 有兩個臉在那個窗戶上面 他趕快立刻把它刪掉 然後想說怎麼會這樣 嚇死了 好 回到台灣之後 飛機才一落地 他們兩個沒有回家 直接跑到廟裡面去 然後去請那個師父 幫他們禁聲 然後禁完之後 他們就把這個事情 告訴這個師父 那個師父說放心 其實也沒什麼事 是你這個朋友 身上有一種味道 然後這兩個鬼 其實就是很喜歡 你身上這個味道 所以他們只是來搗蛋 他們來跟著你而已 原來是我那朋友的朋友 他們家裡是宮廟 所以會有一種 很特殊的一種味道 去吸引這些鬼過來 然後也很奇怪的是 他們回到家之後 我打開行李箱一看 他要給他們的小費 竟然是放在行李箱裡面 奇怪吧 請問是哪一國 東南亞 那別去了 你說 東南亞很多國爺 好猛喔 東南亞算是一個 不然是 猛鬼區域 這一類事情 比較熱門的地方 對 然後比較凶狠一點 還好你現在不是開宮廟 不用擔心 我常去宮廟 來 預備 這個屋子比較恐怖的 請亮燈 一二三 來...換位置 零一大問號 今天來投稿的是 正倫 正倫 大家好 我是正倫 然後今天我是來分享一位 就是我一個馬來西亞的朋友 然後他有就是給我一張照片 是 那就是他平常也是 貴節目的忠實觀眾這樣 對 所以就是想我來請問一下 小娜老師 就是這張照片啊 是他在四年前的時候 在朋友的生日聚會上面拍的 對 多久以前 四年前 這四年 這幾個人都還好吧 對 都還不錯 沒聽出來 還在... 我跟你講他這個精神很好 不管多少年 他還是要知道真相 四年前的靈異照片裡頭 藏了什麼恐怖的真相 你千萬別錯過 對 你多久以前 四年前 會不會問得有點慢 對 這四年 這幾個人都還好吧 還可以嗎 沒說出來 還在... 我跟你講 他這個精神很好 不管多少年 他還是要知道真相 真的 然後呢 四年前怎麼樣 很剛好啊 前一陣子他朋友突然 跟他要這張照片 他以前都沒要 然後突然前幾天就說 想要看當時候生日拍的照 然後就跟他要 然後一看就覺得 奇怪 在我朋友的肩膀上 怎麼好像多了一隻手 那他當時候想說 可能是他朋友搭上他這樣 就是把他手放在他上面 那個角度 不是這樣子 角度不太合理 不是這樣 對 那他走得也多長啊 對 是啊 還不會拍到這樣 所以他應該是很靠近的 直接這樣子 對 可是他人很遠 所以角度很奇怪 他有沒有趁機抱的人 沒有 發現 他會在抱的人 OK 但是我沒有在裡面感受到 特別很惡意的能量 我覺得是靈界朋友 跟我們打招呼 或者是他可能在當下 你們的氣氛很歡樂 他想要參與一下 但如果你今天的照片 你可能拍到的是 譬如說污在嘴巴上 或者是在腳踝上 比較有侵略性 對 部位上 他如果在肩膀 其實還好 但是他如果譬如說在心臟 污嘴巴 或者是我曾經看過 在手指擋 在手指上 他是這樣一直手 然後握住人的 一根手指頭 這個的侵略性就比較強 所以一般觀眾朋友 你如果說事後 發現到一些這樣的照片 可能只是搭到肩膀 就不用太恐慌 是 有可能他只是想當下 參與一些歡樂器 而且已經過了四年了 他現在還來問的話 就表示說應該沒什麼事情 好不好 請坐 好 謝謝 真的 我最近常遇到馬來西亞的朋友 都會跟我講這個節目 對 我是馬來西亞來的 好 接下來我們歡迎 好 接下來我們歡迎蔡涵澄 涵澄 休息室的祕密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 是我一個在劇場工作的朋友 他發生的事情 那我那朋友 他是第一次跟著劇團 就是去排戲 然後他也是第一次在裡面 擔任排練助理 所以他每次一定會提早 一個小時先到排練室 裡面去設定東西 然後貼標籤 那有一天晚上 我那個朋友 他也跟平常一樣 提早一個小時先到 他們租的排練場去 然後到那邊 那邊的管理員 就先帶他進去 開電燈 開冷氣 然後給他鑰匙就離開了 然後我那朋友就想說 他先把東西 放在旁邊的休息室裡面 於是他就走到休息室 把門打開 然後把他的包包 放在沙發上面 拿遙控器 開冷氣 關門 然後就拿著道具 到舞台上面去設定 那他工作到一半的時候 他突然聽到 有人從後面叫他的名字 小恩 朋友馬上轉過頭 沒有人 他就在想說 會不會是因為 他站的地方有燈 所以舞台很亮 看不到台下的觀眾喜友人 於是他就叫了 其他劇團人的名字 然後我朋友就突然想到說 之前有前輩跟他講說 台北市有兩個劇場 有點可怕 他就說如果你去到那邊的時候 要注意一些事情 譬如說不要太晚 一個人離開劇場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有人叫你的名字 你不要回頭 然後那朋友就回頭 然後他就想到了 那他整個頭皮發麻 你知道嗎 他想說 我先回休息室裡面 就是拿包包 然後趕快衝出去外面 比較人多的地方 然後去等其他人一起來 就衝 然後到休息室門口的時候 一打開門 怎麼會那麼悶熱啊 我朋友在想說 會不會是他進去 在開冷氣的時候 不小心按錯 按成暖氣 他就拿油空氣 把冷氣機關了 然後走到沙發那邊 要拿他的包包 他正要拿他的包包的時候 他的右後方 他就往右邊看 他就看到 那椅子它是滾輪式的 他從第一個化妝桌 慢慢地滾 滾到第二個化妝桌前 然後停了下來 然後接著就有一個人 穿著軍服 站在那個地方 然後他就消失不見了 然後突然那個管理員 就在門口大罵我朋友 他說你怎麼這麼沒有禮貌 誰說你可以進來 馬上給我滾出去 很兇 然後我朋友就嚇到 他就拿了包包 就出去 到大門口 然後那時候管理員 就跑到旁邊 就跟他講說 剛剛真的很抱歉 我不是故意要修你 我修你其實我是要幫你 然後我朋友就說 你要幫我 你剛剛罵我罵成這樣 你在幫什麼 然後那管理員就講說 他其實在那個劇場 工作十幾年了 然後那個休息室呢 他其實在前一兩年 就沒有再繼續使用了 所以來這邊排戲的人 其實都知道說 不能進去那個休息室裡面 可是我朋友他就進去了 然後那個管理員 就問我朋友說 你剛剛在裡面有沒有 沒有感覺到一些 不太對勁的事情發生 然後我朋友就講說 有 他剛剛遇到的一些事情 講給管理員提 然後那個管理員就講說 其實老實說 我是看得到的那種人 那我剛才忘記要提醒你 不能用那個休息室 所以我跑了回來 那我跑回來 站在休息室的時候 我看到休息室裡面 我朋友只能嚇到 然後他就說 你一開始進去 你會覺得那個空間很悶韌 沒有辦法吸到空氣 那是因為 休息室裡面 人多到 他這樣跟我朋友講 我朋友聽到 怎麼辦 他不想再回去了 然後那個管理員就說 你今天就先休息 趕快回家 隔天去廟裡改一改 然後我朋友想說 好 他要回去 他就打電話給劇團的人 然後就離開了 果不起來回到家的時候 他開始頭暈 然後呼吸有點急促 他就想說 會不會是自己感冒的 於是他就想說 用一用早點睡 然後他就睡著 半夜他肚子被痛醒 他肚子突然很痛 然後就起來要去上廁所 於是他就衝到廁所裡面的時候 把燈打開 在自己家裡面 就坐在馬頭上面 然後我那朋友 看到一開始 以為是他的爸爸 可是他突然 全身擠雞鼻殼大 他就知道說 那不是他爸 於是他就 假裝落無其事 假裝沒看到 就把燈關了 然後慢慢地走回房間 把門關上 他想說冷到天亮 可是他真的忍不住 因為肚子太痛了 可是三更半夜 他又不知道要去哪裡 上廁所 然後不想要就地解決 於是他就說 不管了 也不看為盡 他又衝 衝回廁所 不開燈 故事多了 然後直接坐到馬頭上面 然後他就說 好像沒什麼事 好 應該沒事了吧 結果 那個人從他耳邊 跟他講說 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 你假裝看不到我 這句很狠 超狠的 我朋友把他 從馬頭上面跳起來 然後趕快回房間去 一整天不敢睡覺 然後隔天 他就去廟裡面 那廟公看到他 一看到他 就說來 你來 我朋友就說天啊 是不是很嚴重 怎麼一進去都被點名 然後他那廟公就問我朋友說 你是不是最近有去哪裡 然後我朋友就把昨天的事情 跟他講 然後他就說 你被刷到 然後我朋友就說 那該怎麼辦 他就說 那我先把你幫他請走 那如果你之後 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可以再回來 就好 改一改... 但是 我朋友從那一次之後 變得看得到 對 他原本都是看不到的 可是那一次之後 就變得看得到 真的 真的是這個樣子 然後後來呢 我朋友就說 他之後就辭掉排練 助理的工作 然後睡覺都要開燈睡 那他有沒有想說 就乾脆去公廟做事好 為什麼 他應該看得到 可是他嚇到都嚇死了耶 站門口... 你來... 誰不吹你來... 他覺得很納悶的是 他原本都完全看不到 為什麼會突然就 可能他原本就有一點點 潛力過 然後剛好又走過那個 擁擠的房間 穿過了那個近身貼 近身接觸過了 被激發潛能 因為這樣就會看到 沒有 要看你個人本人的 要看體質 要看體質 有些人走了大概六萬個 這樣貼身 因為他也沒感覺 小巨蛋 好了 我們來投票 覺得這個故事比較恐怖 前兩燈一二三 歡迎 我們來換位子 我是 我現在講我這個朋友阿賢 他在大學時候遇到的事情 阿賢他大學時候 他主修的是生物方面 念的是生物系這方面的 所以他平常要做很多生物實驗 有一次 那阿賢他們的教授 要去外地參加一個 研習營的座談會 一去要去個好幾天 在離開之前 他就把那個實驗室的鑰匙 交給阿賢 就請他帶為管理 那實驗室 進出路的時間 最後要走之前 他還叮嚀了阿賢說 如果你們真的要做實驗 做到很晚的話 千萬不要一個人 一定要有人陪 阿賢就說好 然後教授就離開了 然後隔兩天 阿賢就到那個實驗室 去做實驗 因為他那天 要做實驗很多 一做就忘了時間 一直做... 做到很晚了 突然他旁邊的... 然後一個... 培養皿就掉在地上 那時候他一驚醒 然後看個手錶 想不到已經到了一點半了 然後他就趕緊把那個培養皿 破掉的培養皿 剪一剪丟到垃圾桶 然後把東西收一收 燈關了 就準備要回家 一到電梯口他就按下 然後... 電梯到了 然後門打開 他就進去 進去按一樓關門 他就聞到一股... 還有一點點 那種實驗室裡面的藥水味 他就開始聞聞自己身上 不可能 我離開實驗室 我才把那個衣服脫下來 我換了一套衣服 不可能是我味道 那左聞 右聞 都不是來自他身上的味道 他就看到那個電梯門本上 反射到後面有一個 瘦瘦高高的人影 就在他背後 那時候他就低下頭 就在想 不可能 我剛剛進來明明 就是自己一個人 怎麼現在後面 會多了一個人呢 是不是我自己看 看走一眼 所以他鼓起勇氣 又抬頭 往那門板上一看 那個人還在 這時候他確定 他應該是看到那些 不該看不乾淨的東西 這時候想著... 電梯到了 門一打開 他頭也不回 就往前衝 往後面一直跑... 跑十幾公尺之後呢 他就停下來了 奇怪 我命慢的暗的是一樓 為什麼來到的是 地下二樓的停車場 然後他回頭 往電梯的方向一看 電梯門是開著的 但是 這時候阿賢 他再也沒有勇氣 趕進去坐電梯 然後上一樓 他之後 趕快跑進逃生梯裡面 就上去一層樓 兩層樓 可說也奇怪 電梯 那個地下停車檔二樓 到一樓 只是跑了兩層樓就到了 他跑到第二層樓 還沒有看到一樓的門 他就莫名其妙 繼續往上跑 第三層 第四層 一直轉... 轉了好幾層之後 他跑累了 再停下來休息 奇怪 怎麼都找不到 一樓的門呢 然後他邊喘氣 一邊告訴自己說 不行...遇到這種事情 一定要冷靜... 他就開始生呼吸 當他生呼吸的時候 就聽到背後就是 下面那層樓 就聽到... 就是有人穿著皮鞋 上樓的那種聲音 中間還夾著 那種很恐怖的笑聲 他心急想說 應該是電梯裡面那個 男子上來找他了 他說不行 繼續跑 然後我往上跑 又一層 兩層 不曉得跑多少層之後呢 終於看到一樓的門了 門一推開 一走出去 太棒了 終於來到一樓了 當時正在休息喘氣的時候 旁邊電梯 旁邊電梯也到了 這時候電梯門就打開 他就慢慢的 往電梯的方向看 那時候電梯裡面就 有一張臉慢慢的探出來... 他們兩個就是這樣 四夢交接 這時候阿賢終於看清楚 那個人長得什麼樣子 其實說起來並不恐怖 但是那個人就是 臉色蒼白 面無血色 然後瘦到兩頰都沒有肉 都是凹性進去 然後臉皮是皺皺的 然後又下垂 然後這時候 那張臉對阿賢說 你好啊 然後就慢慢的走出來 阿賢那時候嚇到了 回頭就要跑 但是他突然發現自己跑不動 下半身完全沒有知覺了 當他閉著眼 準備要念佛經的時候 就有一個聲音突然來了 喂 同學 你怎麼這麼晚還在這裡 還不走啊 這時候眼睛一睜開 他面前前面的方向 就來了一個警衛 然後他就往旁邊 電梯的方向看 那電梯的門是關著的 四周找 沒有看到那個白臉男的蹤跡 所以奇怪 他這時候又可以動了 他那時候站起來 然後警衛他就過來說 你不曉得學校規定這麼晚 實驗大樓是不能有人的嗎 你趕快回去 那阿賢那時候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 我現在馬上走了 他就趕快狂奔 往校門口的方向跑 他就跑... 跑了幾步之後 他突然覺得 不曉得哪裡怪怪不太對勁 後來停下來了 他想到了 他每天都來這個實驗室 但是對這個警衛 卻一點印象都沒有 莫非這警衛是新來的嗎 他想回頭再確定一下 一回頭 那警衛已經站在那個電梯裡面 然後跟他揮手說 你趕快回去... 然後當那電梯門 快關起來的時候 那個白臉男 就從他那個警衛的身後 臉伸出來 他看著阿賢 你好啊 然後阿賢被這幕嚇到了 二話不說 也不管那警衛的安危 就往家裡跑 然後隔一天早上 阿賢到了學校 就直奔那個實驗室大樓的 那個一樓管理室 去想要問一下那個 昨天晚上夜班的警衛 他到底有沒有事情 然後白天那警衛 聽阿賢的描述 就跟他說 我們這裡沒有 你敘述的那個人 既然這裡沒有這個人 那昨晚的警衛又是誰呢 你們警衛隊沒有這個人 你敘述的那個 那一樓管理室 去想要問一下那個 昨天晚上夜班的警衛 他到底有沒有事情 然後白天那警衛 聽阿賢的描述 就跟他說 我們這裡沒有 你敘述的那個人 問的第一個第二個 每個警衛都說 他們這裡沒有 夜班沒有這個警衛 沒有他說的那個人 你們警衛隊沒有這個人 那我看到那個警衛是誰 然後隔兩天 教授回來了 他就把 他遇到這些事 跟教授說 教授聽完之後 就沉默了一下 然後他就跟阿賢說 既然你都遇到了 那我就老實跟你講吧 其實以前學校 是沒有在管理那個 禁止那個實驗室 它的實驗時間 不管你做多晚都可以 但是在多年之前 你們有一個學長 他非常的好學 每天就很努力 來做實驗 坐著...有一天 坐到半夜 那學長本身就有心臟病 因為可能太累了 突然心臟病一發 就倒在實驗室裡面 然後剛好那一天晚上 那個夜班的警衛 為了看著球賽 就沒有去巡邏 所以就失去了那個 救這個學生的機會 就過了幾天之後 那警衛因為自責 所以就在學校服藥身亡 從那天起 只要那實驗室 有學生坐到三更半夜 就會有人看到那個 死去的那個學長就會出來 想找他們一起作伴 如果運氣好的話 還會碰到那個 那阿賢聽到這裡 就覺得他自己運氣 真的非常好 兩個都碰上了 一聽完之後 把他衝到廟裡拜拜 然後收驚以後 他晚上就再不敢去實驗室 做實驗了 好的 今天這個故事叫 一二三 歡迎來頒獎 等一下 今天東西好 我跟你講 今天好 就是說 就是當你遇到他朋友 是不是 就轉移他的注意力 我們先玩這個 你不要生氣 先玩這個 跟他一起玩 終於把你就說上廁所 他一定會在思考 他哪裡的時候你就跑 好 這樣我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 可以... 恭喜你 來 各位 多做賽事 好 今天謝謝大家